哈喽大家好,好几天不发视频了 这是我离开西藏的第八天了 已经在宁夏地区了 这里就是那个沙坡头服务区 同时也是在这个沙坡头服务区过了个中秋 其实已经在这个服务区待了 这是第三天了吧 等着覆盖那个西藏的行程码 但是我问了一下这个下高速嘛 一些政策嘛 有青海的行程码是没有问题的 下期就是做核酸,做抗原就可以了 好像也是三天两检,可以活动的 晚上这个服务区特别特别的安静 没有车,就是偶尔有那个大车在这边休息吧 露营 车是在这个服务区的后面的 这边那个能下高速了 我得计划计划我的行程了 我的行程可能是往南走 具体还不知道呢 现在有点迷茫了 服务区啊是早上八点开门 就是可以去那边里边有热水 它是晚上六点人家就下班了 因为属于中卫嘛 它这个玩的地方还挺多的 我看着还有那个腾哥里的大沙漠 什么什么什么的 哎呀去老多了 这个还有一个沙坡头进去 晚上是这边这个门开门的 就是那个可以上卫生间什么的 这两天电瓶没有电了 我就是在这里给这个电瓶充充电 因为做米饭什么的都需要用这个电瓶 这充电也挺快的 一个小时一个多小时了 两个小时就充满了 在这里待了这么长时间 这个吃的倒是问题不吃很大 人家只要不乱活动 又不是很饿 一定要吃两顿呀 或者一顿呀 就可以了 我车就是停在这个后面了 非常的安静 但是这有的时候啊 刮风啊 全是那种沙土啊 去 中午的时候做饭啊 刮的全是土 吃饭嘴里边全是傻子 因为这里挨着这个沙漠呢嘛 所以说会造成这个效果的 看到没有 这吃下边这么多这么多的菜 反正饿是饿不着 这小白菜 就是这个服务区的一个大姐给呆来的 现在淋着这个桶去接点水去 我明天打算往前走一走 一个服务区呆三天 一个服务区呆三天 就OK了 太爽太爽了 这成了那个高速服务区自驾游了 暂时只能这样了 没有办法